進口的蛋類不合格 包括巴西輸入的帶殼蛋 還有冷凍蛋液 被驗出禁用的動物用藥 還有農藥抽標 全數遭到修毀或者是退運 此外是美國的櫻桃 則是一再違規 被驗出不得用 在這個櫻桃上面農藥滅分座 由於上個月中 這農藥署新聞AIT 要求要改善 遲遲沒有獲得回復 因此未來不排除 暫停美國櫻桃進口 夏天市面上櫻桃 櫻桃都來自北半球 其中美國也是輸入大中國之一 但邊境查驗 美國櫻桃卻接連違規 最新一波邊境查驗 四批美國櫻桃 一共五萬七千六百公斤 殘留櫻桃禁用的農藥滅分座 全部被擋下銷毀 邊境查驗不合格的 美國櫻桃累計 已經有二十二批 總重十二萬兩千兩百零九公斤 幸好都沒有進入國內 小澳署七月中 行文給美國在台協會 要求改善 兩個月內沒有回復 不排除暫停美國櫻桃進口 台灣沒有種植櫻桃 因此不會針對滅分座 訂定農藥殘留 美國持續要出口櫻桃到台灣 就必須符合台灣規定 否則就要提出申請 訂定農藥殘留標準 此外農業部專案進口的蛋類 又有兩批違規 這次違規的蛋類都是巴西進口 冷凍蛋液減出分普泥超標 帶殼蛋驗出國內禁用的動物用藥 全數退運銷毀 國內蛋類製品目前只有農業部 專案進口申請輸入到年底 十二署將採取百分之百逐批抽驗措施 記者臨時達黃石芬特別報導